在对抗全球饥荒议题上 领导人们承诺提供45亿美元协助 但活动人士认为金额太低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料 今年需要222亿美元采购 路透社报导指出 一些人更关心粮食价格飙升 对国内的影响 认为都是西方国家制裁所造成 而不是怪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对出口港式的封锁 至于乌克兰粮食出口是否找到解方 英国首相强生表示 大家都正在努力 而在气候议题方面 领导人将成立一个国际性的气候俱乐部 以在气候变迁议题上展开合作 并在工业领域承诺减碳 领导人们在新化石燃料计划 卖向交通零碳排的资金援助方面 没有做出坚定承诺 公事新闻 并不知道 心立即是 restoration steadily